配合开斋节 首相都斯里安华也发布了短片 从制作主统饭的角度 述说全民团结 借此促请国人加强团结精神 共同发展国家 安华昨天晚上把开斋节短片上传到脸书 内容主要讲述如何制作主统饭 两种主要食材 也就是糯米和椰浆 缺一不可 两者相互结合 再加上时刻小心控制的柴火 才能做出让全民都喜爱的主统饭 以此来比喻我国各族一直和谐融洽相处 安华相信 只要人民共同维护这份精神 就能打造更团结和睦的生活环境 重建国家 打消灭 打消灭 请刻看